我觉得教育这个教育电视台的确需要负责啊 虽然这节目没有出去 但他我刚看到的时候说他是教育电视台啊 教育电视台 所以这在内地他已经就是有定性 我很多东西我就是虽然身为一个频道 你不是什么都能播的吧 那既然身为教育电视台你所播的节目 但是你要请的时候你请他们来 他们已经告诉你 我觉得错绝对不在甘露露母女啊 他们本来就告诉我就是走性感 我们母女就是这样在这个演艺圈 就是这个特色 所以你请我我就配合你了 因为你要请我我也就得做这件事情 你怎么请我我这边跟你谈谈诗啊 吟词啊 那你还觉得我不够敬业呢 所以你请我来的那个动机就有问题 你身为一个教育电视台 你想想看这个频道一打开是幼儿节目 幼儿小朋友在看 你就看到这样这么性感的小姐姐在那边 甚至雷妈都说雷妈说的不知道是真是假 雷妈说有人给钱我们才发飙呢 雷妈是敬业 雷妈说因为我们以前 因为我今天就讲 粗口然后甘露露 哇那还不止在这一个电视台 今天是教育电视台的确到最后 他最严重他们被关了台 但是他不止 他其实在其他节目也都有这种骂过 所以我觉得雷妈就想 你竟然把我们大家请来了 而且你突然有个观众向我挑衅了 是不是我得该次配合你演出 那就咱们来吧 我觉得雷妈是还很敬业 他有着你在cue他 他觉得这个cue点 他这不是擦枪走火 他就想说这是不是剧本来的 他绝对是台湾艺人的角度 对他不是台湾艺人的角度 我跟你说台湾艺人是非常敬业的 就是说你请我上去 我给你演的 对你要做什么我就演呗 你要干什么 你让我演色鬼 我给你演的活灵活现 这是台湾艺人的风景 是你要我整人吓得我花绒失色 那我就吓到哭哭的给你看 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综艺节目不应该的 但是教育电视台 所以你这样说 他们不应该去江苏教育电视台 应该去台湾电视台 哈哈哈哈